面对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需要 国防大学走上改革强效之路 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官究竟是怎样培养的 解放军的最高军事学府里又有怎样的特殊教学方式 零距离谈秘将军摇篮的神秘课堂 解释你所不知道的将军锻造过程 军事技师本期播出 锻造全能指挥官 探秘变革转型中的国防大学 感知中国力量军事技师 作战期间的这有关力量的运用 可能和我们原来的想法官军一样 一些指挥手 单步等都可以用这个导弹打 紧跟着就是这航兵的这个回复性 固定的时间 往前推十分钟 是你哈比的 你应该到位置时间 在北京郊区的一所普通房子里 几位高级军官正在激烈地争论 他们分辨属于解放军不同军兵种 这些解放军高级军官 为什么集结在这里 他们争论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慷慨激昂的这名海军军官 名叫魏文辉 是一名来自东海舰队的指挥官 魏文辉和全军各军兵种 数十名高级指挥官 共同参加了国防大学 联合战役指挥培训班 再过几天 他们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大考核 考核也比较要求比较高比较严 考试今年设立了考试周 我觉得这主要是对一个学员 一个是他能够是对你一个倒逼 就是对你必须你所学的这些知识 所学的我们这些课程 有比较认真的 比较深入的一个学习 消化理解 在这基础之上 你才能够把这个方案 能够做出来 对于这些来自各单位的指挥员来说 他们原以为到国防大学学习 可以比工作岗位上轻松些 看书正余 会有大量的休息时间 但来到学校后 他们才知道 在这里上课 并不比一线带兵轻松 你看这多少事 半个小时干的活 你现在你可以刚刚弄这么一点的 要走一遍 行吧 你弄完了再说 弄完了再说 弄完了再说 弄完了还有时间 你这个明天完了后面就有事 就有时间了 过去的你比如说 应该从整个一年的学习 从了解到的 应该还是比较轻松的读 但今年呢 整个课程的设置啊 这个知识结构的 知识结构的这种调整啊 特别是考试的这种变化啊 应该给了学员 还是比较大的压力 坐落在北京西郊的国防大学 是中国最高军事学赋 建设在培养联合作战 指挥人才的实力 他的前身是 局势文明的抗日军政大学 为抗战培养十万精英的 窑洞大学 从景岗山龙江书院 到瑞京的红军大学 从延安的清凉山 到南京紫荆山 再到北京的百望山 曾经辉煌的 八十多年光荣历史 让国防大学熠熠升回 时代在发展变化 军队在改革 当时间耐入2016年 我们记者 进入这所神秘的军事学府时 我们发现 教学模式在校园的各个角落 正悄然发生着变化 从去年开始 就果断地提出 要进行我们学校的 教学转型 这个转型 就是改革强效 那么转型的方向在哪里呢 转型的方向是培养 能打胜仗的 能打赢信息化条件下 局部战争的 这样的高端 联合作战社会人才 如何来进行任务之分 任务之分 这个任务之分 我讲一句 让学员们并不轻松的原因 在于国防大学 正在进行的教学改革 魏文辉他们 不仅要适应 全新的授恨内容 还要接受 全新的考核方式 对于习惯了 传统作战模式的他们来说 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我们现在 时代是处于信息化时代 那么信息化战争 它的鲜明特点 使得我们现在的 这些教学内容 教学体系 与时代相比 我觉得地方是滞后 近年来 世界各地爆发的 机场局部战争中 不断花样繁星的 信息化高科技武器装备 轮番上阵 信息化战争的风暴 已经拖面而来 承担着 未来作战样态研究 和高级指挥员 培养任务的国防大学 肩负着艰巨的神圣使命 大营信息化条件下的 未来战争 培养出一批 驾驭未来战场的 联合作战指挥人才 成为国防大学 教学改革的目标 而像 魏文辉他们这样的学员 在这里通过学习 就是要完成 从单一兵种的 作战指挥员 到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 转变 平时我们在海上的联合 基本上就是海军空军 这种联合比较多 那么在高级大学这种联合 既有了陆军 也有了空军 还有了太空力量 还有了电子战的力量 等等 所以应该说更宽泛 更广阔了 面向战场 面向部队 面向未来 培养能大胜仗 高级联合作战指挥人才 在信息化的时代 就不仅仅是 简单陆海空军的联合 还要考虑未来战争中 所有可能影响战争的 各种复杂元素 但是现在的恰恰 是在信息化战争当中 所有的这些武器 特别是单舰的武器 它都是信息化战争的一个节点 那么它要求的就是 一定要有一个 可以说非常严密的一个网络 把这些节点 包括单兵 包括装备 要把它有效地结合起来 那么结合起来 这样新的网络 它会形成一个 远远高于 原有作战效能的 一个巨大的体系 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 是一个涵盖了联合作战 力量的体系 这个体系包括 陆 海 风 天 电 等各大领域 这个还有比较大的 这种冲击和变化 因为信息化条件的作战 从我们正常 平常对武器使用的情况来看 如果没有电子干扰的情况下 那么整个我们武器的 装备的命中率 还都是比较高的 但是一旦有了这种 电子干扰的情况下 命中率就大大的降低 陆 海 空 这是传统的 天 网 电 这是一些新领域 新领域 就是过去的传统战场 在信息化时代 它也有了新内容 它也不是过去那种 机械化战争时代的 这种平面支推式的 这种城市化的作战 陆 海 空 天 电 等各大领域 涵盖了未来作战的 战场空间和领域 国防大学的教学改革 改变了以往按学科 按战役样式的 线性授课模式 根据未来需要 划分七大领域 按作战要素 进行综合授课 这堂课给魏文辉他们上课的 是学校邀请的 清华大学的老师 而讲课的内容 看上去似乎与打仗国关 那有了这种节奏以后呢 实际上我们知道 云计算 它是计算和网络技术 发展的这么一个产物 特别我们说 云计算中心指的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 数据中心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 云计算的物理载体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是 这个云计算 我觉得主要是 掌握当前的一些 计算机这方面的 科技前沿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大数据啊 比如说银计算啊 等等这一类的 应该说呢 我觉得作为一个指挥员 了解了解这方面的 就是对于我们 整个信息技术的掌握 特别是在打赢 信息化条件下的 战役的组织 或者战争的这种打法 我觉得也是比较有意义的 要打赢未来 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 掌握指挥信息化战争的 基本知识是必须的 所以在国防大学的课堂上 不光有军事方面的专家 还有科技前沿 不同领域的权威人士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 集中学习 魏文辉他们在考试中 表现会怎么样呢 这一天 魏文辉他们考试的日子来临了 考试分为笔试和答辨考试 题目是按照实战设计的 由于考试设计保密内容 我们只能远远拍摄 之前我们并没有想到 国防大学的考试如此严格 考试时间需要一整天 为了严肃考场几率 中午饭都是送到考场来的 持续一天的考试终于结束了 但是魏文辉显得并不轻松 我还没吃饭 几天的拍摄 我们感觉到 魏文辉几乎没有时间 应对我们的尽考 而考完试的魏文辉 也没有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原来除了笔试和考试 国防大学还有一套 神秘的考核系统 它能最大程度地 模拟真实的信息化战场的环境 考验指挥员们的指挥能力 学员们还要通过 这套系统的测试 这次把你拿到一个相对虚拟的一个真实战场环境当中 把你的陆海空间变得知识聚焦起来 检验式检验演习 这套考核系统就是兵棋演习系统 我们把学员分成红蓝绿三方 为了达成各自的作战目的来进行对抗推演 最后导演部从他们的作战企图 主要行动交战结果和指挥得失来综合对他们 大型兵器演习系统 说得通俗一点 就是把一场战争的各种元素 完整地装到计算机里面去 依靠大型计算机系统来支持 呈现一场涉及到各种各样因素的虚拟战争 过去我们演习推演 实际上是在一种理想的天气状态下 前天后都可以打仗 那么实际作战不是这样子的 实际作战 你的飞机超过了你的作战半径 你的油量没加够 或者加满了油 你可能挂弹就少 那么你的后勤保障跟不上 你的地形等等各方面 都会限制你的指挥 现在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兵器系统都可以体现 各种天气 地形 后勤装备的约束 制约作战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了 依托兵器系统 授讯双方互为对手 可以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 展开针锋相对的对抗 并以对方的行动作为己方的决策基础 经过认真准备 魏文汇他们通过了兵器系统考核 然而除了用兵器系统进行模拟演练外 国防大学还将课堂 延伸到了士兵演练场 漆黑暗夜 长途行军 走进野外演习场 国防大学的学员都经历了那些特别的体验 连教联训 课堂和战场紧密联合的教训方式 又会有什么特别的效果 军事技史正在播出 锻造全能指挥官 探秘变革转型中的国防大学 在中原某地的山地丛林地带 某部的士兵实弹演习即将展开 我们意外地发现 一名身着海军迷彩服的军官 出现在演习的部队里 马培浩是国防大学再读的研究生 这是国防大学的实践课 除了在学校的课堂教学 国防大学还开展很多走出课堂的实践教学 马培浩和其他多名同学 来到演习场 以嵌入式倒调的方式 参与到演习当中 这是一场机械化步兵旅的 进攻士兵实弹演习 马培浩被分配到了某团七连 这次演习的主要作战任务 都在晚上进行 开打之前 部队进入紧张的准备阶段 实现我海军的陆军一个跨兵种的 以后可能我要是做联合作战的话 对我来说 这是很重要的第一步 第一次能够这样近距离 接触陆军的基层单位 让马培浩感觉很兴奋 国防大学研究生学员 级别没有指挥员高 但是为信息化战争培养的硕士模式 同样要打造为熟练驾驭联合作战的精英 加油 国防大学的连教连续活动 是指学员深入嵌入到部队 演习倒调指挥 远程机动 战斗准备 战斗实施等全程行动 全队学员跟随部队疯残入宿 连续作战 了解参与战斗的人员情况 才能更好地带兵打仗 就是比如说我们去马国方向 我们不仅要看这个方向 它当前的这个形势 安全环境 安全形势 军事斗争形势 还有呢 了解在这个方向部队的建设 包括地方国防动员的建设 还有考察这个方向的战场情况 它的战场的特点是什么 有哪些资源因素 联教联续 是真正让教学和实战相结合 让课堂和战场紧密联合的教学方式 也是国防大学改革教学的重点 除了将理论与实战结合 联合作战还需要创新的思维 需要营造解放思想的学术氛围 习主席强调指出 科学的军事理论就是战斗力 在这个过程中 特别要注重坚持理论联系 实际 研究解决现实问题 我们不仅要研究 我军打肾仗的经验 也要注意总结 我军打败仗的教训 事实上 总结败仗 对我军未来打肾仗 更有借鉴意义 对于曾经引发广泛讨论和争议的金门战役 学校也组织学员们观看纪录片金门战役检讨 并组织案例研究 彻底解放思想 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 金门战役 我们大家的一些研讨都感觉到 我们解放军很确的是 海军 陆军 空军 三军的联合作战 而金门战役正好当时是 我们以步兵为主的一个陆军 来面对国民党军的陆海空 三军的联合作战 而对于我军战史上曾经的胜仗 国防大学教员在教学中 也注意找出其中的有待改进之处 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批判性思维 我们现在的这片土地 就是当年土层战役 青杠坡战斗的就是 我们国防大学的前身 干部团就在这里奋勇通风 前赴后继英勇牺牲 和川军 国防大学依托全国全军 近40个教学基地 走向军兵种战区部队 研究新战法 并且还走向世界 培养世界眼光 安排教员人员 参与海军护航 国际围和等行动 派出教员 随海警船赴敏感地区 参加巡逻管控行动 开展相关问题研究 开设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 既为学员传承历史 又抵律教员人员能力 选校每三年开展一次大比武活动 提高学校专家教授的综合能力素质 学校党委坚持面向战场 面向部队 面向未来 大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形成了以民事工程为主要抓手 民事工作时领先民事 接触教授 接触中青年专家等留个层次 相互衔接 提次递进的人才发展格局 目的就是让课堂 连接上未来的战场 提升学员能打仗 打胜仗的本领 着眼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 适应军队改革和专业化培训要求 积极推进课程体系 教学内容创新 与战区军兵中 探索建立新型连教连续机制 国防大学走出了一条 锐创新 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之路 改革出现成效 未来成果可期 近年来 国防大学培养的近万名联合作战指挥人才 从这里走向全军引编程 三十项重大科研成果 进入党 国家和军队高层决策 三百余项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应用于教学和部队实战化军联 为我群能打仗 打胜仗 练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美国国防大学等十多个国家军事学院 建立校计联系 建成了全域多维联合作战实验室 战争实验室 兵器推演演兵场 战略战役对抗作业室 复杂电子环境训练长党 为联合指挥自动化 搭建了新平台 节目播出时 魏文辉已经毕业 回到海军航空兵部队 他已经把在国防大学系统的学习 应用到实际工作中 而作为研究生的马培浩 还在国防大学继续深造 作为国防大学教学改革的受益者 他们将逐步成长为 我军新一代的全能指挥官 2014年主席令第十号公布 自2014年8月1日起 正式实行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 这是该法颁布实行 24年来的首次修改 对于近年来核心要害军事设施 安全形势严峻 军用机场进行环境受损 军用电子环境遭到一定程度 破坏等问题 做出了明确规定 强化了法律责任 而在新军事设施保护法 正式实施一年半后 军事设施保护的现状如何 民众是否强化了军事设施保护的意识 军事记者深入全军部队调查走访 军事记事下期播出 《繁华中的悲情》第二集